记者苏孟娟台中报道,迎接2018花博年,台中市政府明天元旦上午七时起将在台湾大道市镇大楼府前广场举办台中市各界庆祝中华民国107年元旦升起典礼活动,除邀请新住民及原住民代表领唱国歌外迎接花博到来,现场将发送限量13500条花博运动毛巾。 欢迎市民明天早起参加元旦升旗。 民政局长周永宏指出,2018年是台中市透过花博迎向世界的一年,为了迎接及庆祝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日子,今年邀请日本、意大利、加拿大、越南、泰国、印尼、中国新住民及原住民等国新住民亲子代表领唱国歌,象征世界各地新移民选择台中入地深根。 世界花博在台中开花结果,除了展现台中多元民族文化的融合力,市府也邀请蝉联14年冠军的东山高中拉拉队。 至于55年历史的台中女中乐与骑队及刚成军不到半年及获得双要冠军的人美国小拉拉队。 还有极具地方特色的台中鱼市场的太古开场。 此外,花博吉祥物石虎家族也会一起到场与大家同乐。 节目丰富,精彩可奇,邀请市民踊跃参加,以环境鼓舞的心情一同迎接2018年的到来。 民政局指出,本次领唱主角是105年移民金仁东写好声音才艺,竞赛新著名组第一名的日籍新著名周幽香。 他在意大利的国立音乐大学毕业后,于民国100年与台湾籍同学结婚。 现在在台中身兼音乐老师、街头艺人歌手及配音等多重工作角色。 另外,还有一位是来自意大利的酿酒师瓦兰里奥。 他曾走访意大利、美国、澳大利亚,最后选择落脚于台中。 展现台中这座国际一只城市之荣耀及生命力。